你怎么哭了 我爸爸生病了 我有一个人静一静 我帮不了他什么忙 叔叔你是谁 我叔叔是 好拜拜 等一下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知道你名字 我叫 叫我保叔叔就可以了 好 保叔叔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 你来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孝宝 大家还记得我身边这位大姐吗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路过这里 看到一个小姑娘 然后在 夜里面哭鼻子 这位就是她的妈妈 然后我已经等了小拉座 等她回来大概已经等了将近两个礼拜了 然后这几天我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也没有更新 今天到这一来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想等小拉座回来 因为拉座在的话有很多人想看看她 但是拉座到现在还是没有回来是吧 我都没有拉 对啊 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就是她发现什么时候都回来吗 肯定是放假的时候回来 放假 嗯 放假到7月份了 嗯 7月20号了 7月20号 嗯 为什么是7月20号 我带了一些东西啊 然后送给大鸡脚 嗯 有孩子 两个孩子带着书包 然后这一个大鱼 天凉的时候你就穿了 嗯 好 这是我之前穿的 嗯 然后这一大包的都是衣服 你家的几个孩子全部能穿 嗯 嗯 然后这两个也是 嗯 然后这里就是学习用途 都是一些新本的 给你的儿座和你的女儿用 嗯 嗯 可以 希望小拉座 成绩会越来越好 不用为了成绩烦恼 不用为了学习烦恼 能听到我说吗 是什么意思啊 你听不懂 嗯 那就 就这吧 没事 啊 没事 然后这些东西你看 你看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方便 你 收拾一下 放在上面 哎呀 大哥还得休息啊 就不打扰他了 好了 拉座家的事情也算完成了 嗯 这是我在凉山 帮助的最后一家 临走的时候给他 也丢了一些生活费什么的 没有去记录下来了 因为 拉座的妈妈也告诉我 她的家里 也被下达了一些通知吧 就是不让去记录了 那 咱们就不续记录了 也给他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以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 然后 联系到我 我 依然是一不容辅助的 这一趟马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 看到拉座 因为等了这么久 他还没有回来 这个是 没有办法 来到大厦里 身体真的 垮了很多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 我也 瘦了很多 在这里吧 经历了开心 也不开心 对于我来说 就是属于一种 要宝贵的经验嘛 宝贵的经历 人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真的很开心 吃过 很多 以前 不敢去尝试的东西 也体验了很多 曾经 没有体验过的快乐 在这里交到了很多弟弟妹妹 认识了 很多哥哥姐姐 大哥大嫂 因为我快要离开了 也比较遗憾 临走之前没有把我 认识的这些妹妹们 去在一起 让他们互相认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吧 顺其自然反而好一点 有些东西强制性的 把他们去到一起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对于之前有很多人说我现在 就是只拍美女 怎么不去拍老人啊 然后不去拍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说我变了 在这里我想说一声 校保 依然如此啊 从来没有去 刻意的去改变过自己 记录美女的同时 是希望我的视频 然后可能信心一个突破 本身就是记录生活嘛 记录什么都是一样的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播放浪提升的同时 会 带来 更好的视频收益 然后才能去更好的帮助别人 反而 这些不理解的我只能这么去说 因为 这是我个人 在去 帮助 在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也需要一定的收益 没有收益的话 我很难去坚持 大家都喜欢去看我们 帮助别人的视频 去 看我们 拼命的送东西 送物送钱 我不是什么企业大老板 我只能代表自己 做一些 力所能及 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如果你非要拿我去和一些人做对比的话 那我觉得 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都是在网络上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也是算 也算是一种传播吧 希望 不会有人去 道德绑架 那样的话就 不太好了 对我无形中也是一种 压力 借着视频 因为我的 弟弟妹妹们 都是看我视频的 我就借着视频和 我的弟弟妹妹合同谈个话吧 哥哥要走了 弟弟妹妹们 你们在这里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需要哥哥的地方 联系我 哥哥随时 都会过来的 希望 你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的父母 一切安好 希望 大家都好吧 下个目的地的话 云南 准备往云南那边去逛一逛 西方那里 特别的漂亮 山还是一样的山 但是人 或许是不一样的人了 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心情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不一样的人文 风土人情 特色 各方各面嘛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家人们 拜拜